Win7 跟剛剛同學不太一樣 不過應該也沒什麼太大的差別 反正都Windows同一家公司的 那可能你們要注意的就是 將來啦,現在開發Java還好 RAM的大小並不重要 可是將來你在開發 Android Studio 就是Android的時候呢 那RAM就很關鍵了,還好我們這邊8G 大概應該也差不多了 再來CPU可能要快一點 像我們i7應該也沒問題 不過你自己的Notebook 或者你的電腦等級要夠高 尤其是跑模擬器的時候 因為模擬器有時候一跑 如果你的CPU等級不夠的話 光那個模擬器 要把它打開就花非常多的時間 那當然也有一些比較快的方法 後續我會再跟各位做說明 這個是一個環境的setting 那還有就是說呢 可能大部分同學比較會遇到的狀況 就是說你如果 把一個月放桌面上 因為你們的C疊好像不太夠 我這邊還有一百多 不過有些同學好像看起來 已經都快滿了 不然你把它放低疊 或放在其他磁疊 不會還原的磁疊 然後Eclipse的好處就是說呢 它其實是所謂的綠色軟體 你如果直接現在把它打開 你放一個地方它還是可以打開 你不需要管說 你是不是要把它還原 是不用 直接把它點開來就可以了 另外就是說 其他像這邊 兩邊都放也沒關係 只是說太浪費空間 這個P字檔 還有剛剛有同學P字檔部分 記得是這樣子 我把它寫在那個白板 如果你要切換成別的語氣的話 習慣用英文的 那你可以打這個 但是特別注意就是說 它有個副檔名 就是BAT 所以你這個BAT要改一下BAT 它預設如果你是新增一個TST 因為TST不會執行嘛 那BAT會執行 所以你把它點兩下 它就可以怎樣 可以幫你打開 當然這個可以關掉 它主要是利用那個文字模式 它會驅動 它實際上就是幫你打一個指令在這裡 OK 然後啟動 那我們路徑一樣在這個位置 也許你可以找一下 低疊底下 Workspace 這個路徑底下 按OK OK之後的話 它之前也偵測到一些 按確定好了 把它蓋過去 那因為我把剛剛的路徑 換到的那個 就是低疊底下 那特別注意 再來就是這個畫面 請你先關掉 因為這個是Enjoy的 先不用理會它 先把它Cancel掉就可以了 那兩個是可以放一起的 Enjoy跟Java 它們其實是可以共用一個開發平台 不會有問題 那只是說 因為我們還不需要用到 那個Equipage這一端 所以暫時可以略過沒關係 好 那這個部分的環境 就把它setting起來 當然剛剛同學 比較大的問題 大概就是說 解壓說 可能下載的問題 或者是說 跳出來它沒辦法 那JDK部分 再掛一下 那環境先ready之後 等一下的話 我們就要開始 再來看 就是第一個 反正今天至少 我們要把那個 你的第一個 我的第一個Java程式 給放出來 然後 後面的話 就慢慢慢慢的 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那其他的可能需要注意的 就是說 現在最新的版本 應該是已經到 8 8的版本 OK 所以這邊改一下 應該update 或者已經到9了 現在好像9了 看已經在那邊standby beta版已經有了 所以慢慢的會一直 8 9 再來也許10 等等 那這個地方 主要 這個 我之前講過 就Oracle 併購了那個森陽之後 他花了大概65億美金 不過他這一次告那個Google 要Google 賠他93億美金 所以他也很會算 很會算吧 可是他最後沒有成功 因為他想說 哇你的Google 這簡直是 這麼多Device 都你家的 然後你賺了這麼多錢 可是我半毛錢都拿不到 吃香喝 再怎麼樣 他可能想說 用告的方式 然後看看有沒有Google 分開一點 雖然吃不掉肉 但是喝點湯也重 至少 對不對 所以他以後會不會把 什麼Oracle 也許把它變成一個 Oracle的一個Mobile版本 對不對 也不可能 反正就是用各種方式 可以Oracle放在 就是Android裡面 更方便的話 那這不失為一種方向 只是說這個 商業利益考量 也不知道暫時有沒有答案 有興趣自己再去關心一下 那他除了說呢 這個部分之外 其他當然他也支援Ruby 也支援Python 這幾個都非常的 像JavaScript現在比較流行的 像NodeJS等等的 那剛剛有同學說 好像什麼都要裝JDK 為什麼 因為他們底層都是Java 所以可能其他的廠商也看到Google這麼聰明 Google都把Java當底層 然後很快就可以建 就是等於地基都有了 你就不用自己打了對不對 所以其他廠商也很聰明 無法炮製 反正你都用了嘛 你這這麼大的都用了 那我們也跟著用嘛 告是告他 當然不會 他一定會告最大的 不會告最小的 對不對 所以大家都無法 所以變成說 所有的底層都是Java 所以你感覺上 雖然都叫什麼Ruby 叫Python 叫什麼 其實他底層都是Java 所以感覺相似度都還蠻高的 也就是你把Java學好之後 你的延伸性其實就很大了 很多人Java沒學好 就去學別的東西 發現奇怪 怎麼好像我應該知道的東西 可是我卻不知道 別人都知道為什麼 因為你略過了一個部分 就是Java 所以你把Java學好 你再去學其他的東西 你會發現好簡單 根本就是一樣的東西 就像Enjoy一樣 它其實底層都是這些 然後就是透過什麼 那個API 那API剛剛講過了 反正就是套件 這個套件就是說 它反正有相關規定 你就拿它去做出來 就你要的結果出來 比如說你今天要連上網路 它裡面就有什麼 比如說有個類別 叫URL URConnection 那你就把它拿來用 它裡面有哪些方法 怎麼連上網路 怎麼抓網路上的東西 你只要把它抖一抖一抖一抖 你網路上的資料就下來了 至於裡面怎麼寫的 其實不是你關心的問題 OK 因為我們是使用SDK 那所謂SDK就是 我是使用人家寫好的韓式庫 去解決我要解決的問題 那這個韓式庫誰寫的 反正是Java工程師 他們幫我寫好的嘛對不對 那有點像工程師的角色 其實不是去管說 我要怎麼去做後面的事情 而是說我要知道 如何去使用人家的類別裡面的哪一個方法 去得到我要的資料 那我怎麼去抓到資料 很簡單嘛 你需要一個變數嘛 那這個變數也許是一個自傳變數嘛 你就把它放在那裡 然後也許資料多的話 也許你需要一個陣列 那如果陣列不好用 也許你可以給它一個List 或者叫AlierList 或者是你多 也許你可以用一個Map之類的 反正很多資料型態 那你可以放資料 那因為像我自己也教那個VBA 那因為eSale 還可以直接放在eSale更快 eSale是看得到的 有沒有 會有個eSale的試算表 可以放資料 但是Java沒有啊 所以Java需要其他的東西輔助 觀念上其實都一樣 反正就解決什麼問題 你抓到的資料 怎麼去抓到處理之後呢 吐出來給User看到 那User想看到什麼 很簡單的介面就對了嘛 OK 那你們要做的事情就是 怎麼樣把這些部分 做一個合理的安排 他看到 反正就是 User也不會想要管說 到底是怎麼寫的啦 他想要管的是 我要怎麼樣使用便利就好了 對不對 OK 所以你們應該學的我想這些觀念 其他的話 他的特性 分散式 多執行序 垃圾收集 另外處理 裡面有哪些特色各位 大家會看一下 它是什麼 主重式架構 可以把它分散在很多地方 OK 但是這個部分我 還沒辦法體會到 它的優點 大部分都還是單機上 處理比較多啦 OK 那多執行序的話呢 就是說 在CPU本身可以開很多執行序 那你當然 它有組執行序 跟 可以再另外開一個執行序 比如說你從網路上抓資料 也許你就要另外再開一個執行序 否則的話呢 就會造成你原來的 那個程式蕩掉的問題 如果比如說 下載到一半 掛掉 那怎麼辦 你組程式也掛掉 所以必須要 額外開執行序 那這個部分它有相關規範 也許我們後面會再提到 那這個多執行序怎麼開 避免就是說 你原來的程式 不穩定 而不會掛 另外Garbage這個Collection 那我剛剛講過就是說 因為Java 它不能處理記憶體的問題 所以你只能建議 比如說這個東西我不用了 那它什麼時候會把它回收掉 比如它垃圾 就是它載入了 但是都沒有被參考到的時候 Java就會自動把它回收 release出來 可是什麼時候會做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也不知道 因為這個不是我們需要去 因為我們也沒辦法處理 我們頂多只能建議它回收而已 OK 那另外的話 另外處理 這個Exception 就是說如果當程式 有錯誤了 它會try cache 就cache到哪一個Exception 它可以丟出來告訴你說 你哪個地方掛掉了 你要注意一下 那你可以針對這個錯誤 去做什麼樣的處理 它有相關機制 而不會讓你的程式就掛掉了 比如說你今天要去抓資料 可是抓不到啊 卡住了怎麼辦 沒關係 它會跳出Exception 告訴你說 你的資料可能無法抓取 那沒關係 程式不會當掉 還可以繼續 甚至你可以做後續的Exception之後 怎麼辦 抓不到 沒關係 你抓別的地方 所以有抓不到第一個 可以抓第二個 第三個 一起推 OK 就是可以讓這個 小臭蟲不會造成整個系統 crash掉 這個就是它例外處理 所以Exception 其實這個好像在C-Shop裡面都有 好像觀念上很多都雷同的 OK 這個部分的話是它的特色 再來就有關開發環境 剛剛也做了 就是說那個我們的開發環境 裡面主要其實就是幾個東西 包含就是說IDE的部分 那我們當然主要是以這個 當然除了說用Eclipse來開發Java之外 在那個Oracle上面也有一個叫Netbin IDE 可是用的人比較少 還是有人用 可是比較少 如果有興趣同學可以到那個 Oracle官網上去看 另外一個叫J-Creator 這個也有人用 但是也是用比較少 目前還是以Eclipse為最大宗 OK 那你說用哪一個OK呢 其實用習慣最OK 但是你一定用了Eclipse之後 你就不會再用什麼 以前還真的有人用記事本來開發Java 怎麼開發呢 就是把記事本打開 然後開始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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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完之後有沒有 然後把它存檔 存檔成什麼什麼點Java 我們會設定那個路徑 再用那個把DOS打開來 然後再打那個Java C 然後Compile 就是把它那個路徑給它 它會幫你Compile成class 然後你執行的話 一樣在DOS底下執行 以前的做法是這樣 不過問題是現在應該沒有人想要這樣做了 因為你已經有一個很好的開發環境了 圖形化 會取代Test Mode 文字模式 所以慢慢的工程師應該也會越來越懶了 為什麼 像我們以前就是這樣慢慢call的 所以相對也會扎實一點點 但是那真的很痛苦 而且效率真的很差 你可能光打那個程式 有BUG怎麼辦 你Compile不過 它會告訴你行號 那你要再去找那個行號 然後你就 那可是問題有ID的好處就是說 當你打錯了 它會馬上告訴你 它會有紅色的那個狀態 也就是預先告訴你 另外呢 那有些什麼類別裡面的方法跟屬性 以前要背起來的 比如說什麼 哪一個string點 index of 你要打index 而且大小寫也不能打錯 Java很麻煩 大小寫還有差別 以前打VB的時候還沒有 隨便亂打 大小寫先不用管它 那個Java錯一個大小寫都不行 那你要把它背起來 那瓜胡後面的參數不知道 可是ID很好 點下去自動幫你列出來 你不用背 反正看到 我知道大概哪一個 我也不會拼錯 瓜胡之後 後面會告訴你參數要加什麼 反正你就是要怎麼樣 熟悉它的開發環境 什麼東西都有了 OK 所以這個ID的好處就是 輔助工程師 很多事情會自動幫你產生 甚至有一些程式也會自動幫你寫 大概有這些東西 那目前Java開發大概就Eclipse 裡面的話當然就安裝JDK 然後再啟動Eclipse 就剛剛的部分 所以應該沒問題 然後JDK 那路徑請各位就自己去找 除了聲揚的網站之外 就Oracle 我寫在那個官方網站上面 至於抓哪一個 剛剛同學應該抓這個部分 比較沒問題 那JDK如果有新版的話 是不是要抓最新的呢 其實這個問題也會蠻掙扎 因為很多同學 裝了8 裝了9之後呢 反而在Run的時候 卻出現問題 後來我就說 你把那個版本改成7以前的版本 Run就沒問題了 所以新的版本 可能還會有相容性問題 這個你們可能要有點心理準備 OK 那至於 如果說你怕會有相容性問題 不然你就抓我那個 雲端硬碟上面那個版本 那個版本是7的版本 再來就是有關設定JDK 剛剛有同學問到說 老師 那要不要設定那個什麼 環境變數啊 那其實 你設定也可以 你不設定也可以 那為什麼呢 因為 如果你是在DOS底下寫 一定要設定 但是你在Eclipse寫 不用設定沒關係 但是設定也可以 那你要不要設定 看你各位的 OK 那怎麼設定呢 很簡單嘛 加一個Java paste 或者加一個Java home 什麼之類的 你要把路徑告訴他 也就是說將來 你在DOS底下打 你就不用再打 你那個放在哪裡 那個 那一串 他就自動抓到了 OK 所以主要是 針對那個 DOS底下開發 那另外呢 Eclipse 這個部分 Eclipse IDE 他這邊要講 原來是IBM的一家子公司 他寫了一個非常好 他當然針對了各種的開發環境 給你很好的 這個IDE的環境 但是IBM真的是做了一個很大的散曲 他就是無償的讓大家使用 而且盡量的讓一般的工程師 可以很方便的 不用做很多安裝就可以使用 我覺得這點倒是 讓我懷 讓我感覺 IBM真的是 不錯的一家公司 OK 如果比起來的話 那這個地方必須要 應該是追 追RE可以執行 但是最好是裝JDK JDK 然後 至於版本 特別注意 你如果是32的 你就裝32 OK 那其他的話 因為這個版本比較舊 現在已經到4.4、4.5 現在這個是比較早的版本 那啟動它 增加一個workspace 剛剛有講過 那你這個workspace 盡量放在CD以外的環境 CD以外 以後可以比較可以找得到 那將來如果你要備份的話 你就把那個目錄給備份到你的隨身碟 這樣的話你的專案就會跟著走了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要去啟動它 特別注意 以後啟動的話 就是直接打開它 然後 反正 慢慢你要去熟悉它上面這些東西 OK 然後 當然第一個你要知道就是說 先new一個什麼 Java的project 有沒有 OK 這邊就有了 但是 如果你 有沒有看到這邊一個 Android的application project 這個是後面的 還不會用到 所以等一下我們就是要先new一個Java的project 然後做什麼事呢 基本上就後面這些 切換到那個工作區 其他匯入會出這個 以後會用到的在 可以把它刪掉 那我們來實際上demo一個新的 切到這邊好了 就是 什麼 我的第一個Java程式 那怎麼去建立一個 所以我們的Java第一個程式 就是這個地方的話 請各位注意一下 先開啟這個 new一個Java的那個project 名稱的話 也許你就取一個叫什麼 就是 你project名稱的話 你可以取一個 比如說 比如說 Java 我習慣是用Java的sample 也許你這邊的話 OK 好 那再來第二個 其實記得 新增一個 new一個Java project 給它一個名稱 底下的話 它會有Environment的JRE JRE請你改一下 改成 特別說這個一定要改 改1.7好了 你不要用預設的 不然可能會出錯 這個地方 第一個先建一個專案 也許叫Java的sample 然後名稱的話 記得就是自己取個名稱 然後版本 再來就是NAS OK 一樣NAS 我們來看一下NAS OK 它問你說 是不是要幫你建這些目錄 將來 它會幫我把 compile之後的結果 放在這個目錄裡面 source 就是Java檔 compile之後 放在BIM bin裡面 比如說class 就幫你丟在這個目錄 OK 沒問題 Finish OK了 這個時候請注意看 我們就建立了一個什麼 一個專案 這個專案裡面 會自動幫我把相關的Library 放在這邊 其實這個不是重要 OK 知道有Library 底下會有一個source的套件 這個套件 預設的 當然你也可以改名稱 不過目前不用改 如果說我今天要增加一個新的專案 新的一個專案的話 特別是專案已經建了對不對 再來就要建什麼 建class OK 特別說class 這裡 剛剛是這個 這是第一步 第二步就是class 不要選錯 OK 那這個class名稱的話 我們取什麼 乾脆用講義裡面一樣的好了 也許就ch2-2-1好了 OK 類似像這個 2-2-1 那我建的方法 特別注意喔 這個很關鍵喔 只要你對的話 後面都照著做就可以了 class對不對 再來的話呢 名稱 請你取ch2-2-1 不過我建議喔 最好用底線 不要那個dash 因為偶爾會充嘛 就是那個會保留 那會出現錯 我習慣用底線比較安全 OK 好 第一步 第二步請注意一下喔 因為我們會需要什麼 這個class 會有一個入口 入口要從哪邊開始 需要有一個什麼 一個 一個方法 這個方法 一般預設叫man 那這個喔 如果你要自己打的話 我是覺得很麻 可能你要多打一些字 你打的不如怎麼樣 就是這個man有沒有 這個public static void void就沒有回傳詞的一個方法 叫做man 那它會傳一些參數給你 那我們如果要不打這一行的話 請你注意一下 把這個打勾一下 這個有打勾 跟沒打勾 差別是說 它會不會自動幫你建 當然如果你不打勾 你就少一行 那一行程式 當然你自己打也可以啦 可是我覺得怕你打錯 乾脆打勾比較快 好 按確定之後 我按finish對不對 OK 你的class就出現了 那它的結構一定是 這個class的名稱 有沒有 所以我們剛剛不是new一個什麼 new一個class 它就幫我建一個class 名稱就是CH2底線 2底線1對不對 OK 沒問題吧 然後面會包一個大瓜糊 所以你會發現 假如我把這個前瓜糊 游標放這裡 你會發現 這邊有沒有發現 淺淺的框框 讓你知道說 你的頭在哪裡 你的尾巴在哪裡 這個很重要 為什麼 因為很多同學 常常會出錯就是 頭跟尾 沒有辦法銜接 壞掉了 也許不小心刪掉等等 那就會造成城市的bug OK 好 那我們有一個class 那裡面需要有個方法 這個方法前面會有個void void指的是沒有回傳值 好像英國人蠻常講void 可是美國人很少講void void就沒有 沒有的意思 OK 沒有回傳值的方法 那有回傳值 另外有一種有回傳值 OK 那這個是沒有回傳值 它的入口叫man 那我們要做什麼事呢 就是按tap鍵 跳到這邊 我要輸出什麼 就是類似像這邊的那個畫面 我的第一個java程式 那我可以執行起來 這個執行的方法就是說 你要輸出到哪裡呢 因為我們現在還沒有講到ui 所以我直接輸出到我的什麼呢 這個主控台 就是有點像test mode 那怎麼輸出呢 你需要引用到一個類別 叫做system 這個system就是一個class 這個class的話 它已經預載了 所以你不用import 它裡面有個方法叫做out 就輸出什麼 print line print一行 這一行叫什麼 我的第一個java程式 那你就把這一行打出來 打在哪裡 特別是要輸出 在這裡 記得再來的話 就是打一個s開頭 你又打一個sy 點 特別是要 如果你點下去 奇怪怎麼沒有反應 因為打錯字了 有沒有 sys才對 這個時候你再點它 點下去 出來了 OK 所以你打錯字 它就不會提示 打對了 那就會提示 那我要輸出對不對 out 所以打一個o 打一個o 就出來 點兩下 輸出什麼呢 點 幫我print一行 plm print print 是print出去 那print line print一行 其實print也可以 但是我們這裡面用print line 我們就print line ln 多一個ln 後面的話加什麼東西呢 我的第一個java程式 不過有些會是打什麼 Hello world 不過我們題目 這個用我的d 字好小 d d打錯了 不過你會發現喔 這個字好像太小了 等一下可以調大 至於怎麼調 等一下再來看好了 你們先忍耐一下 等一下我再講 OK 最後結束怎麼樣 打一個分號 這個應該沒問題啦 那打完之後呢 你要看到喔 其實只要不要紅色字 不要那個紅色的波浪 這個時候的話 你上面有個play有沒有 run OK 按下去 基本上呢 請你看下方 按OK 這個地方有沒有發現 如果你print了一行 這個結束就出來了 假設你看到這個 恭喜你 你第一步就完成了 後面的程式 都大概如法pouse 如果你要第二個 再按右鍵 new有個什麼 class 第三個 第四個 第五個 反正100個都一樣 那你就一直test 一直run就OK了 所以 請各位先把 Equilibus裡面 先產生一個 待會也許還有一點時間 我們來看 字把它放大的部分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熟悉這個部分 反正今天大概就是 把 需要建的環境 還有一些基本的概念 建立之後 那後面反正就是 照著這個邏輯 一個一個step 反正你就各個擊破 那熟悉這些語法之後 以後呢 你就可以很容易的 取用那個java的韓式庫裡面的 什麼樣 某一個套件裡面 某一個類別 那就可以幫你做出 什麼樣 解決什麼樣的問題 所以基本上 這個韓式庫啊 其實基本上它簡單的概念就是 就是幫你解決問題就對了 那你是取用它裡面已經寫好的韓式庫 其實這個概念有點像 你在使用e-sale一樣 應該大家都有使用e-sale習慣 你的插入函數 它那個方法其實也是類似的 只是說它e-sale裡面的插入函數 是包的比較看起來簡單一些一些 但是做法上差不多 試試看 那各位可以參考一下那個 我們講義裡面的那個 就是 後面的頁數 在56頁吧 那個我們講義裡面也有 字比較小一些些 不過應該也看得到 你就建一個那個class 所以你記得先建一個project 就是java的project 然後再建一個class 照著做 反正今天第一個你至少 可以把那個我們的第一個java程式先讓它輸出 那後面的話大概差異性不大 那我會在這個裡面的範例 越增加許多的變化 由淺到深 然後一步一步step by step 慢慢幫各位建構起來 那後面的話當然再慢慢延伸到enjoy 也許再延伸到其他的東西 那你這個延伸性就很大了 不過我是 這個這個建議 今天我想至少你要能夠學會的就是 第一個對java有基本的認識 第二個的話就是把開發環境 這個equilibus跟jdk把它建置起來 並且可以建立你的第一個程式 然後今天大概第一次上課就差不多了 後面還有一些equilibus相關的操作 所以未來假如說你要成為一個 Java頂尖的Java工程師 我講你大概可能需要 再來也許就是對equilibus的操作環境 你要相當熟悉 你可以操作環境熟悉 以後你要開發複雜的城市 就不是太大的問題 看到了 謝謝